好 我們節目也討論過 非常多次 這個世界上最難解的習題之一 就是婆媳問題 好 但是我要問一下郭律師 你竟然為了你的太太 罵你的媽媽 對 是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 這個我們剛開始結婚 就發生了這個事情 那其實我們 我跟太太交往差不多五年 然後我們就說好 要結婚了 那也就開始在準備婚禮 當然現在都知道 你要找 你要辦一個婚宴 那個婚禮會場 你都是訂一年後的 那你要弄婚紗 洗餅 小卡 那些佈置什麼的 我又再工作 其實我們的分工就是說 好 我就出錢 名單 然後人到這樣子 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 我太太就一手抱辦 就花了很多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那她也要上班 那我也要上班 只是我那時候兩個工作 那所以她下班了之後 她就是在找資料 我覺得她走完一次婚禮 都可以去當那個婚禮 對 非常的厲害 沒有問題我們就提親了 就帶著爸爸媽媽到高雄去 那去提親 那跟張文良都講得差不多了 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就結束之後 也帶大家去玩一下 然後再回台北 好 我想說大概就這樣 底定的吧 這個婚事應該沒什麼問題 過沒兩天 這個我老婆打電話來了 說 那個你爸媽現在在 我爸媽家門口 我說什麼意思 怎麼會在那裡 不是才剛從高雄回來 怎麼就下去了 結果是這樣子 我爸媽下去是要幹嘛 他就是跟人家講說 哎呀 請問 這個婚宴的會場 德田他們訂在台北車站 我們家在淡水 有一點遠 過去的話要搭一個小時的車 我們的親戚都在淡水 所以要去台北車站 這個是有點麻煩 可不可以在 我們那個魚人碼頭 有個飯店也是不錯 搬在那裡就好了 那我聽到這邊想說 好 這我真的是大怒 怒到不行 為什麼 因為第一件事情是 你要去人家家裡 我們要跟人家結婚了 你要下去你也不跟人家講 那你就突然就跑下去 人家是工作丟了 然後夫妻倆就衝回家裡 想說親家母來了 一定要親自招待 把人家工作丟下 就要去服務你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是不大好 很唐突 我這個第一個深缺點 第二個是說 這個你要改變 這個婚禮的地點 我們已經跟你講就是說 這個都我出錢 然後都我們準備的 而且那個是要一年後的婚宴 你今天要改一個點 不是兩個月後就要婚禮了 那你突然要改去哪找 對啊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媽媽就是那一種 她沒有去想別人 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老人家其實有她的 這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因為我 可能我也覺得說 太太已經在這件事情 很辛苦了 老人家一句話 就要改變這件事情 其實她不可能自己扛下 那男生一定要跳出來 去扛這件事情 一定要嚴正地去指出 這件事情不可以再發生 所以在那一次 我就大發雷霆了 這樣我也沒有講得很難 只是說我那個火氣很大 一定要讓她有點嚇到說 這件事情她很重 是重視到不可以去干涉 其實那觀念就是說 結婚其實就是我跟太太 兩個人要走下半輩子 對 那所以其實我跟她 能夠相處得自在 沒有其他人這種 不必要的干涉 其實是比較能夠維持 長久的生活 親密的生活 所以其實在這個婚禮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媽媽 我跟你講 我就是跟她結婚 那未來就是我的人生 那你想要什麼 因為你這樣子會干涉 我其實就會要避免一件事情 我的太太是跟我生活 不是跟你生活 所以如果你要做什麼決定 你其實要經過我 所以你也不要決定說 我們要生小孩 給我的太太的壓力 我們應該怎麼樣... 就跟她講得很清楚 有的媽媽妳兩半就開始 開始哭囉 對 她其實 會有感覺到這件事情 但我就是跟她講說 說怎麼樣她是別人家的女兒 其實不是你的女兒 那你也不要期待說 我們今天結了婚 這個人比較孝順你 沒有喔 我們的觀念是 我的父母我自己來照顧 你的父母你來照顧 當然大家行有餘力 我願意幫忙 那是我願意 並不是我的義務 這樣才不會造成 彼此的負擔 所以我也跟我太太講說 我的爸媽我自己來處理 他們有生老病是什麼 我可以來處理 我當然也想辦法要 保護這件事情 不要讓這個負擔 加到你的身上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跟我結婚 不是要來當 別人的媳婦 不是 你是跟我結婚 一起生活 一起生活 這就滿不簡單 結果你太太就真的 做到十年沒有去剖家 對 其實那一次結婚這樣子之後 我也是跟長輩講說 這個我們原則要設定好 這件事情 既然是沒有在一個 同一個屋簷下 就是我們彼此過自己的生活 那我就是會站在我的太太 前面作為一個保護王 不是說我太太 討厭我媽媽 沒有 沒有這回事情 其實他們關係沒有不好 也沒有說討厭什麼 是我刻意要站在 這個前面擋著 其實我可以翻譯一下 因為我覺得 他是 他當他媽媽兒子 很多年了 然後他是一個律師 他太理解他媽媽了 他也太理解他老婆了 他會覺得他們這兩個女人 有距離還比較好 他超前部署了 他超前部署了 你知道嗎 然後他為什麼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 他為什麼不跟他媽媽 溝通再溝通 如果溝通有用 他不會不溝通 所以在溝通無效的時候 他就會劃界線 你就是壞人做一次就好 他不希望 每一次都為了同樣的事情 有衝突 對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在很多婚姻關係裡面 太多的委屈 卻不能求全 在某些部分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他不肖 可是但我們往回看 他們現在他們的那個關係 雖然不是那麼緊密 可是他跟他那個老婆 婆媳關係 就是有禮貌 因為有界線 所以彼此就不會 很愉悅那個禮貌 那我們剛剛講過年那件事情 然後年夜飯的話 就各自傳媒為了嗎 其實也一樣 其實我們一整年 其實說實在 為什麼我們過年 那個年夜飯就那麼一天 但兩個家庭一定是 他回我的家來過這個年 為什麼不是我去太太家 跟這個丈母娘來過這個年 對 大家都會覺得是初二 但除夕為什麼會是這樣 但其實這個可以思考 這是我心裡的答案 但是我就是說 最起碼底線我就是 過年除夕帶回去 但是說實在的 我媽媽 他們老人家其實喜歡做生意 那個即便到除夕那一天 都要擺攤 擺攤到八點 九點 開始收 其實很辛苦 但其實我們都已經有 工作收入 其實他不工作 我們養他都 其實沒有問題的 但老人家的習慣就是這樣子 所以會變成說 我們的年夜飯都是 幾點吃 十點 十點 好晚喔 十點 我其實每次 每一年 然後我出社會之後 每一年回去都是 我六點準時到 然後就是等 等 等到十點了 然後人家回來 才開飯 那我就覺得說 年夜飯我們大家都 那麼辛苦工作 其實回來就是想要 大家好的團聚 好的聊天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平直的時間 但很可惜就是 她就是這個想法了 所以媽媽是一個 比較堅持的人 對 其實我沒有辦法改變她 但所以我就像明明姐 我得自己設下一個界限 不要讓其他人也覺得不舒服 所以如果她也要等 會變成我太太 不就也要跟著等嗎 對 那後來我們就養成 就是做一個變通的做法 我們還是先回到 我家裡在淡水 就先回到淡水 六點七我就到了 我說哥 現在 把媽媽準備怎麼樣 他們還在弄這樣子 我們就跑去麥當勞 先吃 這樣我就聽得懂了 因為媽媽比較 媽媽沒辦法改變 當你知道 你沒有辦法改變媽媽的時候 那就避免這些摩擦 對 沒有錯 就剛剛講的 這個防火牆一開始 它就先設定下來 已經先設定好了 好 那你跟太太 是沒有小孩 媽媽那邊的催生壓力 也是你一肩擋了下來 對 他們其實 年夜飯就會來講這句話 他們說就開始看說 那個誰的小孩 照片好可愛 什麼時候輪到你們啊 這樣子 我就想說媽 這個從結婚的時候 我就先講 這個我們要不要生 那就是看我們的想法 很多條件 才有辦法促成的 第一個是意願 經濟條件 那有沒有辦法照顧 那當時的生活狀況好不好 我沒有辦法在結婚的時候 跟你講這個 那你也不用每年跟我講這個 為什麼 我要也不是別人想要 對啊 所以但是我們其實也沒有 沒有講到說一定要生或不要生 其實那也是滿水源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生活 其實是滿舒服的 就是說 你沒有小孩的狀況之下 我們有自己的收入 那個收入可以注意說 不會有問題 甚至你可以安排出遊出國玩 隨時去是沒有問題的 吃飯是好一點 是很好的 所以其實我們還滿習慣 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所以就一直沒有那麼積極的說 我偶爾要去生一個小孩 所以當我媽媽要跟我講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先跳出來 你不要回答 你到旁邊 我跟你講 生的話 多辛苦 我們這個薪水都要照個小孩 這個小孩子要念哪裡 房長買哪裡 你要準備多少奶粉錢 還要照顧他 那我們誰要把工作辭掉 然後來照顧這個 還是要找保母 你不知道要花一筆錢 如果沒辦法解決問題 媽 你要來顧嗎 你要顧我也不想到你顧 因為你的觀念可能有觀念 不一樣 沒有辦法這個樣子 所以跟他解釋了一堆 最後面答案就是 好 你不要有這個期望 不過還好是 我上面兩個哥哥 都有小孩 所以相對的我的壓力 就少很多 要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